孟昊轻声喃喃,皱起眉头,闭上双眼,继续修行 几乎在孟昊沉浸修行之时,在第九宗外,燕尔以及他的那些师兄师姐遇到了来自第八大陆第八宗的一群同门 这第八宗来人约莫十多位,大都是仙境 其中,当首一位青年相貌俊朗,衣着华贵,被众人簇拥 只是他的墓中使而有银邪之意闪过,使得整个人看起来很轻浮 但显然在第八宗的地位非同寻常,尤其是他身边有一个中年修士,似作为护道者存在 此人修为隐藏,看似仙境,可实际上却是一位道境强者 这青年几乎第一眼就注意到了燕尔,再看到了燕尔的一瞬 他的墓中有惊艳之意,更有一抹邪芒 好一个卢顶 他微微一笑,话语时,其旁一个中年修士听到,也笑了起来 他了解自家公子的喜好,且以这青年的身份,整个第八宗内都是举足轻重的 甚至整个苍茫派中也都是少有能比 不过他的性格谨慎 以往,自家公子看好的女子,他都要查一下来历 若是一些有身份者,他会劝说青年放弃 若是遇到那种寻常的弟子,则有太多的方法解决 此刻他的手中取出一枚玉剑,略以查探,神情颇为放松 百丽清洗,毫无背景 数年前入宗门,七师尊叫方木 因十年时间从凡入仙,曾经引起过一些小的轰动 不过,就算是七师尊,也都没有任何背景 小人物而已,是第九宗众多分宗内的一个小小内门弟子罢了 公子可安心享用 中年修士不以为然地笑道 青年一听身边护道者的话语,脸上笑容顿时灿烂起来 他身为第八宗内赤丰老祖的嫡孙 在整个第八宗内足以横行 尤其是第八宗的九元至尊允落后 身为曾参与过民工之行,且回归后修为攀升 似乎随时可以突破成为九元的赤丰老祖 在第八宗是修为最强者 甚至只要他修为突破成为了九元,必定可以入主第八宗 成为整个苍茫派内的九大至尊之一 这样的人物的的确确在整个苍茫派内处于巅峰 也正是因此,这青年往日里但凡是有看好的卢顶女修 几乎无往不利 且他很有分寸 若是对方有背景与来头 他会立刻放弃所有念头 绝不去碰触 这一点也使得他这里的所作所为 虽然赤丰老祖之效 可也觉得此子还算稳妥 不会莫名其妙地坑了自己 此刻文言,青年笑了笑 不着急 这样的卢顶在第八宗内已不多见了 没想到此番到来能有这样的收获 不错不错 不过这里毕竟是第九宗内 老祖曾多次提醒我 在这第九宗的范围内不可放肆 也罢 想个办法将这卢顶带回第八宗就可以了 青年眼中银邪之一闪动 数日后在这青年的友谊接触下 烟尔一行人对于这位第八宗来临的诸位前辈都很恭敬 直至到了这访试 入住之后 在一天夜里 烟尔带着兴奋与期待 正入定打坐时 忽然的 他的四周突然出现了一道漩涡 这漩涡出现得无声无息 还没等烟尔察觉 一下子就将其吞噬 几乎在烟尔被吞噬的刹那 一声嘀吼在这仿式外的天空上 漠然传出 正是敖犬 烟尔外出 孟昊便安排敖犬暗中跟随保护 此刻熬犬双眼杀鸡一闪 整个身体化作一道鸿芒 瞬间远去 与此同时 在这仿式外的千里 那里有一处山谷 山谷内 那位赤丰老祖的嫡孙面前 有漩涡突然出现 他的护道者 那位倒镜中年迈不走出 手中夹着一个昏迷的女子 正是 颜儿 青年一看颜儿立刻大笑 上前一把抓过颜儿 目中的银邪之意 越发强烈 那位中年道镜 神色放松 此事对他而言轻而易举 做过太多次了 此刻干咳一声 正要说些什么事 突然的一声嘀吼 在这山谷上方漠然传来 这声音出现的突然 更是在传出的瞬间 让这中年男子面色大变 猛的抬头时 一道鸿芒直接降临 轰鸣之声在这一刹那 滔天而起 整个山谷直接碎灭 那位中年道镜鲜血喷出 整个人重伤 被卷出老远 他神色内露出骇然 看着眼前一头全身赤色的大狗 这 这是道镜凶兽 该死的 这里怎么会有道镜凶兽呢 中年修士面色变化 那青年更是吓得颤抖 抓着烟儿不断地后退 而此刻烟儿也苏醒过来 有些茫然 当看清了一切后 他立刻惊呼 闭嘴 青年本就骇然 听到烟儿惊呼 立刻低吼 他声音刚一传出 熬拳眼中杀鸡一闪 急速而来 他 他是冲着这女子而来 在这一瞬 中年修士震惊 他怎么也没想到 只不过是抓了一个铸鸡女修而已 居然会引来道镜的凶手 公子快走 此事不对劲 不对劲 中年修士内心一颤 他来不及思索太多 可直觉告诉自己 此事有些诡异 几乎 在他开口的同时 那位青年也早就一把 扯下脖子上挂着的玉牌 狠狠一捏 几乎在他将这玉牌捏碎的刹那 一道传颂之芒 瞬间爆发 而眼看的大狗速度更快 自己似乎无法逃走 青年眼中露出狠辣 他虽轻浮可却不笨 左手抬起 一把掐住烟儿的脖子 死死的盯着来临的凹犬 再进一步 我杀了他 青年西斯底里的嘶吼时 凹犬一顿 在这一顿之后 青年遇见碎裂形成的传颂 轰得一声爆发开来 带着他与烟儿刹那消失 几乎在他们消失的同时 熬犬怒吼 一击之下 大地轰鸣 一个巨大的深坑出现 这一幕让中年修士 头皮发麻 他没有任何迟疑 身体急持后退 此刻脑海里乱乱的 道境凶兽 且显然是被人驯服 而能驯服道境凶兽之人 在他看来 修为必定滔天 眼看烟儿消失 熬犬仰天发出一声惊天嘶吼 气势轰轰间不断的爆发 身体膨胀 化作一道血光 刹那来到这中年修士的面前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张开大口 直接吞噬 中年修士发出凄厉的惨叫 他直至死亡都不明白 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筑基修士 居然会为自己引来如此大祸 而他此刻还不知晓 他们两个引起的祸所带来的浩劫 眼下仅仅是开始而已 而这一切源于他的一个错误的判断 他眼中的小人物 只是一个小小内门弟子的方木 其真正的身份 是哪怕他死亡后 也都想象不到的 几乎在烟儿这里消失 熬犬咆哮的刹那 在苍茫星大地深处 内星空 半颗星辰上 地久至尊城内 孟浩的本尊 双眼突然睁开 其目中 有惊天动地的冰寒 轰然爆发 龙有逆林 人一样也有逆林 孟浩的逆林 是山海界 是他的亲人 是他的朋友 而在这苍茫星上 他原本是没有逆林的 可自从数年前 楚玉烟出现后 孟浩知道 在这里 他的逆林 是楚玉烟 谁动了楚玉烟 就等于是动了 他孟浩的逆林 而逆林之怒 天地苍茫 无穷无尽 这一刻 甚至苍茫星的天空 都有云雾 轰隆隆的翻滚 雷霆无数 天地色变 风云倒卷 庞大的苍茫星上 无数人在这一刻 全部心惊 随着爆发 整个地九至尊城 整个半星尘 整个内星空 甚至整个苍茫星 都瞬间轰鸣起来 这样的一幕 一共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是孟浩看到了 楚玉烟的魂石 如今是第二次 一股滔天的煞气 从孟浩这里轰轰而起 使得苍茫星上 所有至尊 全部心头一颤 金袍少年也好 杀九冬也罢 还有长教老者 都纷纷心惊的同时 孟浩的本尊 身体一步走出 这煞气 他 他要杀人了 金袍少年倒吸口气 在这苍茫星的 一处区域内 在感受到了 孟浩的气息后 他双眼露出凝重 立刻警惕 杀九冬也是如此 至于长教老者 更是立刻出关 而他的至尊 九元也好 八元也好 全部心惊 还有那第八宗内的 赤丰老祖 此刻也是心中一颤 感受到了这气息时 也想起了当年的民宫内 眼睁睁的 看着孟浩击杀 第八至尊的一幕幕 不知是哪个家伙 招惹了这煞星 赤丰老祖南南 不再理会 闭目打坐 与此同时 在第八大路上 第八宗内 传送光芒一闪 赤丰老祖的 嫡孙青年 立刻走出 他手中抓着烟儿 此刻他面色苍白 很是狼狈 眼中带着争鸣 该死的 该死的 敢招惹本公子 区区一头 道径凶兽而已 我要杀了他 我要 我要吃了他 不管他背后是谁 招惹我 我要 密他满门 青年大吼时 低头冷眼 看着手中的烟儿 烟儿此刻面色苍白 露出惊恐 你 你要干什么 我师父不会放过你 他 闭嘴 你师父是谁 房木吗 一个小小的 内门弟子而已 连给本公子提鞋 都不配的小人物 说着青年 抬起手 一巴掌拍了过去 落在了烟儿的脸上时 烟儿的脸 一下子高高鼓起 嘴角溢出鲜血 倒在一旁 他身体颤抖 神色内露出恐惧与害怕 他这一生在今天之前 无忧无虑 可今天这一幕 让他一下子感受到了 生命的脆弱 感受到了无助 感受到了恐惧如深渊 将自己吞没 师尊 师尊 烟儿哭了 他害怕 他此刻希望能看到亲人 能看到师尊 可这四周的一切都是陌生的 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 会面对什么可怕的事情 他只能颤抖 整个人缩在一起 巨大的恐慌与无助 将他淹没 他的身边 那位青年此刻神色猙獰 抬头发出大吼 来人 来人 有人要杀我 老祖救命 这青年歇斯底里 嘶吼时 立刻惊动了 第八宗门 瞬间 有无数的身影飞来 在看到这青年 羽烟儿后 这些人 有一些皱起眉头 可却没有多说什么 有人要杀我 青年抬头 大声喊道 是谁要杀你 你不是去了 第九大陆吗 在这青年咆哮时 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天空传来 来人不是赤锋 而是这第八宗 那一位道尊 此人的出现 四周众人立刻恭敬 爹 孩儿在第九大陆上 看中了这个炉顶 可却有一头道径凶兽 他 他差一点就杀了我 是真的要杀我呀 青年声音其力 更是扯开一口 示意自己之所以逃回来 是用了老祖给他的 传颂御剪 那道尊 皱起眉头 目光扫过青年脖子上 明显情急之下 拽出玉剪 形成的 欲轻勒痕 眼中已有杀意 他身为赤锋老祖的嫡子 修为更是达到了 六元道尊的程度 在这苍茫派内 也是至尊之下的巅峰强者 平日里杀法果断 尤其是其父 如今更有极大的可能 入辱第八至尊 使得他这里 这些年来水涨船高 修行更为顺利 隐隐的 第八宗内都在流传 父子二人接至尊的说法 虽然眼前这青年不成器 可毕竟是他的血脉嫡子 他自己可以殉斥 甚至杀了也没有关系 但若别人去动手 那么打的不是自己的儿子 打的是自己 甚至打的更是赤锋老祖 尤其是如今 赤锋老祖修为处于关键时刻 在这道尊看来 此事大有端倪 很有可能 是有竞争的敌对之人做出的 其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一时还无法判断 而他也不需要去判断 不管是谁 敢招惹我们这一脉 灭杀了就是 道尊冷横一声 大袖一甩 身上煞气翻滚 影响四周天地 使得这第八宗内 这片范围内的修士 大都心神一寒 知晓赤锋老祖这一脉 要杀人了 这片范围内的修士 这片范围内的修士